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凯特林 克拉克的缺席和美国女篮在奥运会上的表现 尽管一些日本球迷认为美国队需要克拉克才能获胜 但事实证明美国女篮依然强势以102-76击败日本队展现了他们的内线优势 由AJA Wilson和Briana Stewart领衔的美国队在内线得分和篮板球上完全压制了日本队 然而 尽管球队表现出色 但比赛现场的观众席和媒体的关注度却大不如前 克拉克的缺席让一些球迷感到失望 并引发了对美国女篮选拔决策的再次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详细描绘了美国女篮在奥运会上的表现 以及明星球员凯特林 克拉克缺席带来的影响 在法国的维伦纽夫的达斯克一位日本球迷在周一的比赛中挥舞着一面 写有 你们需要凯特林 克拉克才能打败我们的 横幅 然而 这种挑衅的言论显然并未影响美国女篮 她们以102-76的大比分战胜了日本队 展示了强大的内线优势 尽管外线投篮表现不佳 上一次在东京奥运会上 这两个国家争夺金牌 而这场比赛则揭示了两队实力的巨大差距 在WNBA MVP AJA Wilson和Briana Stewart的带领下 美国队在内线占据绝对优势 使日本队的三分球策略几乎不起作用 尽管美国队展现了足够的实力来争夺他们的第八枚奥运金牌 但没有凯特林 克拉克的参赛 他们在赢得观众和媒体关注方面却遇到了困难 与以往比赛不同 这场比赛在观众席上显得相对冷清 尤其是与前两天法国和西班牙女篮比赛的热烈气氛 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能够容纳两万七千人的巨大体育场中 中层和上层看台几乎空无一人 媒体席上的记者也寥寥无几 只有二十多名记者参加了赛后的采访 大多数现场观众支持日本队 日本国旗的数量远远多于美国国旗 USA的口号直到第四节末才零星响起 美国后卫Diana Tirasi打句道 她自己也在为日本队加油 因为喜欢他们充满活力的比赛风格 以及弱者的身份 然而AJA Wilson在比赛开始时 就用连续得分为美国队奠定了基础 她先是命中一个跳投 紧接着封盖对手的投篮 然后又命中另一跳投 Wilson最终得到24分 13个篮板 4次助攻和4次封盖 展示了她作为世界顶级球员的实力 Briana Stewart也表现出色 贡献了22分 8个篮板和3次封盖 总体来看 美国队在内线得分上 以64比22大胜日本队 并在篮板争夺中 以56-27占据压倒性优势 虽然美国队的外线投篮命中率 只有20% 四投20中 但凭借内线的巨大优势 他们仍然轻松取胜 Sabrina Ionesco透露 教练Sharell Reeve在半场时提醒他们 不要放弃内线得分 Wilson表示 内线得分和控制内线 将是美国队未来比赛的关键 如果他们能继续保持这样的表现 将会处于良好状态 随着比赛的进行 越来越难以确定 哪些国际对手能够减缓 Wilson和Stewart的进攻 更不用说阻止他们了 中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比利时 在奥运会开幕战中 均告失利 尽管他们在 FIBA世界排名中 位列前期 虽然法国队在周一早些时候 大胜加拿大 但其人才储备 依然无法与美国女蓝媲美 凯特林 克拉克的巨大影响力 依然笼罩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场上的戏剧性张力 远不及美国篮鞋 在6月宣布 他未能入选12人名单时 引发的轰动 尽管这一有争议的决定 引发了数周的辩论 教练Don Staley近期表示 克拉克在WNBA的表现 可能会改变他们的选择 如果重新来过 他将会被高度考虑入选 因为他的表现远超很多人 22岁的克拉克 和他的新秀同伴Angel Reese 在上周的WNBA全明星赛中 有机会对阵美国女篮 新人们获胜时 克拉克不断送出助攻 老将主导的国家队 不得不重组 以开始他们的奥运之旅 即使在跨大西洋飞行后 美国女篮依然无法摆脱 克拉克的影响 一对德国球迷 穿着印有克拉克名字 和22号的爱荷华大学球衣 来观看比赛 虽然对美国队的表现印象深刻 但对克拉克的缺席感到遗憾 美国女篮球员的持续伟大 与他们所获得的认知之间的差距 依然巨大 随着女子篮球比赛 下周转移到巴黎进行淘汰赛 媒体育的报道和球迷 出席率预计会增加 但Staley不应是唯一一个 有第二想法的人 美国女篮再次展示了 他们的强势 但仅有的关注显然不足 克拉克在场上 无与伦比的知名度 无疑会带来不同的影响 或许是美国女篮 目前所缺少的元素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女篮在奥运会的首场比赛中 以102-76战胜日本队 展现了他们强大的实力和内线优势 尽管外线投篮表现不佳 由WNBA MVP AJA Wilson 和Briana Stewart领衔的美国队 显示出他们在内线得分和篮板上的压倒性优势 Wilson在比赛中表现出色 得到24分 13个篮板 4次助攻 和4次封盖 Stuart则贡献22分 8个篮板 和3次封盖 整场比赛 美国队在内线得分上 以64-22大胜日本队 篮板数也以56-27遥遥领先 比赛在巴黎北部的 P.R.Moroy体育场进行 虽然现场观众席 和媒体悉空荡荡 但美国队依然表现出色 由于这场比赛 显示出两支球队实力上的巨大差距 美国队即使外线投篮命中率 仅为20% 也能轻松取胜 而日本队的三分球命中率 为38.5% 美国女篮在奥运会上 寻求他们的第八美金牌 即使在没有凯特林 克拉克的情况下 他们依然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克拉克因为未能入选12人名单 而引发了不少争议和媒体关注 这些关注比赛中 显得有些缺乏热度 尽管如此 克拉克近期在WNBA的出色表现 或许会让选拔委员会 重新考虑他的资格 不仅在场上 克拉克的影响力 在比赛外也很明显 一队德国球迷 穿着印有克拉克名字 和22号的爱荷华大学球衣 来观看比赛 他们表示 对克拉克的缺席感到遗憾 但对美国队的表现仍然印象深刻 随着比赛进入淘汰赛阶段 美国女篮将转移到巴黎进行比赛 预计媒体报道和球迷 出席率将会增加 美国女篮长期以来的伟大成就 与他们所获得的认可之间 存在着差距 但他们的强势表现 依然无可否认 即使在克拉克缺席的情况下 美国女篮依然展现出 他们的强大实力 并有望在奥运会上续写辉煌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凯特林·克拉克的缺席 确实让一些球迷感到失望 但这毫不削弱美国女篮的实力 看看比赛结果吧 美国队以102横线76大胜日本队 Wilson和Stuart在内线的统治地位 无可撼动 这样狂暴的表现 不需要任何明星来增光天才 他们已经是奥运会上的巨星 楚天书 你这话说得轻松 确实 美国队赢得了比赛 但你有没有注意到观众席上那灰暗的氛围 空荡荡的看台和稀稀拉拉的记者 这可不像我们期待中的奥运盛况 凯特林克拉克的缺席让这场比赛失去了不少看点 没有他的场上魅力 美国女篮难以吸引大众的目光 其其 观众席上的氛围能完全代表比赛的质量吗 就像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的 玫瑰不叫玫瑰 它依然芳香 比赛的本质在于球技和胜利 而不是观众的数量 Wilson和Stuart的精彩表现 让球迷们看得目瞪口呆 这才是真正的赛事魅力所在 楚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像是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豪言壮语 但现实是残酷的 没有观众的赛事就像一场无声的电影 再出色的表演也无法让人兴奋 想想看 多伦多猛龙和荆州勇士的总决赛 没有观众的疯狂支持 还能有那种澎湃的激情吗 凯特林·克拉克的缺席 让这场比赛少了一份人情味 这才是关键 其其 你这话可笑了 要说缺乏人情味 美国对那场大胜可是充满了激情和团结 Wilson的连续得分 风盖 Stuart的全能表现 这些才是篮球的核心价值 话说回来 奥林匹克精神不就是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吗 凯特林·克拉克固然出名 但美国队的胜利更能体现这种精神 楚天说 你这话听起来像是1001夜里的神话故事 现实是 观众的热情和媒体的报道 才能让一场比赛真正走入人心 美国女兰确实强势 但少了凯特林·克拉克这样的明星 她们就像少了盐的汤 无法真正吸引广大观众的目光 无论成绩多么辉煌 没有观众的支持 一切都是徒劳 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